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5号 星期二 现在是墨尔本当地的时间 晚上20点26分 我们继续说国史 刘少奇 领着自己的爱妻 四海云游 周游列国 宣讲汪光美炮制出来的 这中共历史上著名的 桃源经验 那么不仅亲自为爱妻站台 不仅亲自给自己的爱妻报幕 还把自己爱妻的经验 批转全国 也是由于爱妻心切 刘少奇甚至都到了口无遮拦 这样的程度 说出了如此狂妄的下面的这一番话 刘少奇曾经说什么 他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 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 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就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已经过时了 已经过时了 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 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 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 王光伟同志在河北桃源搞了四清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这就是扎必须扎跟串联 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 都还没有走上正规 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 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 而不是打了胜仗 我在这里宣布 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 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 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 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这就是刘少奇爱其心切之余 说出的狂妄的话 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已经不够用了 已经过时了 已经不顶用了 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 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 然后说王光伟同志在河北桃源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不折不掩了 不折不掩 那么在刘少奇这儿 王光伟甚至都超过了毛主席了 那刘少奇那时候 那是这个威风八面 权大势大 六四年代的时候 如日中天的时候 刘少奇那个时候在党内党外 甚至到军队里头 刘少奇在军队里始终是没有根基 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 随着林彪身体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江河日下 贺龙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军委工作 贺龙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时候 竟然跟刘少奇都牢牢的绑在了一起 军队有了贺龙 有了罗瑞卿 有了刘少奇承诺的 说刘瑞卿以后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有了这两个大腿子 有了这两个人做他的左往右臂 刘少奇甚至可以 在军队里头发号施令了 贺龙是真认这个刘主席啊 我在实帅实说里不是说吗 因为有了林彪 那么贺龙呢 在军队就永无出途之日 因为有了林彪和毛主席的 这个关系 贺龙永远也成为不了毛主席那儿的林彪 所以贺龙到最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早年的自己这个啊 这个江湖作风 又又又幻想了 好 我不能在毛主席那儿做林彪 我在刘主席这儿做林彪还不行吗 我做刘主席的林彪 我贺龙跟了刘主席了 刘主席是接班人 刘主席是要接班的人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跟着刘主席 一起去接这个班呢 所以贺龙那个时候 把刘少奇及其夫人王王美 维护的那是好的不得了 一以贯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时候 这个刘登陆县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被架到火上烤了 是不是啊 恍恍不可终日的时候 那王光美也是 一样跟着夫君一起 这个这个臣服 服衍的 一样的是黄黄不可终日 终日不可黄黄 那个时候 直到那个时候了 贺龙还坚定的站在刘少奇这一边 维护刘少奇 维护王光美 王光美的时候说 上下班什么的 贺龙都从军委直接派车 派专车接送这个王光美 盼路上红卫兵找的麻烦 按照关系都提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 六四年 四清的时候 贺龙就已经 十分坚定的站在了 日拉奇一边 贺龙在这中间不就说过热话吗 六四年的九月份 贺龙去解放军政治学院 到了做报告 视察 在政治学院 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郑公 这个最高的学府 郑公战先生 当时是孟文华应该是 六四年应该是孟文华做院长 政治学院是当年罗帅创办的 到了这个地方 公开当时解放军的这些将领 公开的力挺刘少奇 力挺王光美 贺龙怎么说 贺龙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来做报告呢 他们要是忙的话 王光美也可以呀 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 是刘主席 贺龙啊 这老江湖啊 到六四年的时候就这么刷起码头来了 都这样 所以就说什么呢 说刘少奇之所以敢如此的力捧王光美 王光美也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的抛头露面 就一个小白政治小白丁的这个身份竟然敢坐在主席台上跟自己的夫君然后给在下面的在京的中央政策局委员和元帅们续话讲话 他也有他的底气 家里都不说外面比如像贺龙这样的人这都是王光美和刘少奇如此狂妄的底气 他们有他们的视察无论党内党内还是党外甚至到了君主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是这个桃园经验那很快就面对着这个这个口诛笔法很快桃园经验就臭名昭著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极其血腥暴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 一个女人领导的一个小工作队经常能搞出如此这样的报告 也真是能让他现代史上一个奇观 宋永毅在他这个文章里头曾经引用了包括自己调研的材料 包括这个杨继生 他们都是幽派学者们 但数字还不至于造假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是刘绍奇所谓的事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 说杨继生在他在他那个作品文革史作品叫天翻地覆里头 这本书里的提供的资料 说刘绍奇夫妇主持的事情运动中 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 逼死了 在城乡共整了 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 整了五百多万人 清查出反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五千七百六十个 组织上定为敌我矛盾的总共有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 定性为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更多了 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 就刘绍奇王光美主导下的一场四清运动 就如此的血腥 而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和这些所谓的案子和集团这些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三中全会后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绝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 当然了 邓小平为首的还乡团 最后是把这个这么四清运动造成的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依罗尔统治的全府 抛到毛主席的头上 算到毛主席的账上去了 他压根不告诉你 四清运动是谁 谁是总司令 谁是领导四清运动的第一责任人 他根本不告诉你 四清运动这个最大的一出经验是谁搞出来的 谁帮他推广的 然后呢 以他们创造出来的所有的逼供性的手段 以及所谓的扎根串联的等等这些工作方法 最后在全国范围之内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 根本不说 他只是说 这是欧巴大命之前 阶级都能扩大化的结果 这锅就轻轻松松就甩给了 毛主席 这些人都会有抱怨的 已经都有了吗 不是 还会有 那么关于桃源经验这个事情 一直闹到了文化大命初期 清华大学凯大复他们那些师生批判王光伟的时候 还拿桃源经验作为靶子来批这个王光伟 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了 王光伟还依旧认为自己当年作为一个政治白钉 出头山来之后的这第一脚踹出来这么一个桃源经验 还视若珍宝的 好见好见百来百去 就到了文革批判的时候 他依旧还强词夺理 坚持认为桃源经验是好的 不是坏的 但是有缺点 有错误 这是王光伟对于自己的桃源经验 最大幅度的让步式的评价 只是说 他是好的 但是有缺点 有错误 也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 因为有了64年的扎根串联的这样的所谓的工作方法 和私心工作的经验 那么到了文化大命初期 为了掌握 为了把这个文化大命的领导权夺过来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主导这场运动 刘少奇 故技重演 是不是啊 这个黑暗的50天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是不是啊 刘少奇那时候就想以清华大学为据点 把清华大学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清华大学 当成四星运动时候的河北的那个桃源大队 想立足这个清华大学 再搞一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谓的桃源经验 那么谁啊 还得老将出马呀 不是啊 驾轻就熟的 还得让自己的夫人出马呀 你搞光 你就按照上次的再搞 又把王光美派到了清华大学 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的时候 还像四星的时候那样 不险山不漏水 然后呢 作为普通工作组的组员 那说 中国大学出席 刘邓不决定向各大学派工作组吗 工作组吗 那么王光美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一个普通的组员 这个名义上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 他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这个太上皇 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搞的倒行逆施的所有的那些个东西 都是王光美的主义 王光美的 按照王光美的意见和旨意去办的 他直接指挥了清华大学出席的 这个工作组的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王光美的这个指挥下 这个清华工作组 到了之后立马就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了黑帮 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到了先把校长这个蒋南翔还有所有的副校长全打成黑帮让他们靠边站 然后接着就把手伸向了这无辜的师生 清华大学的师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的清华大学的干部包括教研组的正副的主任 全部要靠边站要上楼 要接受批斗 那么清华大学的群众当年形容当时的这个乱斗的场面是什么呢 叫游街一大串斗争一大斗争一大片 劳改一大队 劳改一大队 那么清华大学500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这个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然占了总数的70%多 那就是500多名干部里头300多名将近400人被打入了黑帮的劳改队 就是估计重演 就是这个这个桃园经验拿到清华大学去复制去 那么孙永毅在文章里说说1967年的4月10号 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的时候 就是凯大夫把王光美弄去了之后批腾 笔者正在北京串联 就是孙永毅那个时候正在串联 在北京串联 住在清华大学 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 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 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 整人心肠狠毒 虽然造反派斗他的大会有些过分 但这也是他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这是宋永毅文章里头 写的 是宋永毅当时在清华 借宿跟清华大学的师生聊天的时候 听到的清华大学师生对王光美个人的评价 言行虚伪做作 整人心肠狠毒 后来把他对他的这个批斗 完全是他自己做多端的一种报警 这就是王光美四清运动时候的王光美 这就是四清运动的时候支持王光美的刘少奇 在四清运动的时候 在文化大病之初的时候 他们的表演 他们的表现 这就是他们曾经的历史 所以你说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造反派斗的那个样子 有些过分 又挂平凡球的样子 是不是啊 又给他戴礼帽 穿旗袍的啊 是宋永毅认为这是他自己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再说一句话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初 包括在他自己家里 辅助局里 被这个造反派曾经批斗过 以及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那是不是也可以视为刘少奇在既往的 从整风运动 一直到四清 一直到文革之初 甚至包括高扰 甚至包括反右扩大化 甚至包括等等等等 是不是也是作恶多端的一种 报应呢 我想 联系刘少奇的一生 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二十分钟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我最近觉得二十分钟挺好的 啊 朋友们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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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